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討論一位名人 因為他的文章出現了一個流傳千古的成語 我們今天還會用 這個成語就是世外桃園 這個名人是誰呢? 桃淵明 沒錯 他曾經寫過一篇很出名 今天我們中學必讀的課程中的文章 桃花玄記 究竟桃淵明是一個怎樣的人 而令他可以寫得出這篇文章 而桃花玄這個地方又是否真的呢? 究竟他在哪裏呢? 我們今集就講一下這個故事 桃淵明是甚麼朝代的人呢? 其實他是東進 東進即是甚麼時間? 即是魏晉南北朝當中一個很亂的時期 是的 當時其實原本桃淵明 出生於一個沒落的觀幻世家 他的曾祖父 這個桃淵明曾經做過東進時期的大司馬 大司馬即是今天的國防部部長 基本上是一個掌握著兵權的一個大官 但到他出生的時候已經家道中落了 所以他小時候很喜歡一些山水 亦都非常喜歡學習 他懷有這個大志希望他長大之後 能夠去建功立業 將這個社會 即是當時東進這個相對比較昏暗 黑暗的社會 去建造成一個 好像謠順一樣的一個城勢 但現實往往和這個理想 就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所以也造就他由29歲到40歲這十多年之間 他曾經五次做官 但每一次都是短暫而失敗的 所以最後到公元406年 他就決定退隱 去歸隱田園 然後就決定就算清貧 都不再和當時的統治者合作 並且留下很多傳重千古的田園詩 其中有一句詩是描述著陶淵明 自己屈屈不得志的心字 那句詩是這麼說的 日月擇人去 有志不和平 念此懷悲妻 忠曉不能正 並且去到後期 他就留下了桃花玄記的這篇散文 這篇文章你記得中學的時候學過 大概講些甚麼 說一個漁夫去到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是的 那桃花玄記的故事簡單來說 就是在東進的太原年間 在武寧的一個漁夫 武寧就是我們今天湖南省的西北部的一個地方 有個漁夫有一天搶船去出河那裡捕魚 去到一個開滿了桃花的一個地方 看到在溪樓的遠處的源頭的地方 有個山洞 於是繼續撐 去到山洞的時候 看到山洞的另一邊 居然是有光的 看來這不是一個山洞 是一個隧道 開頭很窄的 只有一個人可以通過 走走走走在山洞裡 豁然開朗 看到隧道盡頭的另一邊 竟然是有村落 看到很多人 那裡的人都很開心 那些人好像很久沒見過外人 一看到他就覺得很驚訝 於是就紛紛湧過上來 問他你哪裡來的 為甚麼你的衣著跟我們不一樣 更加熱情地邀請漁夫到他們家裡作客 在談話期間漁夫知道了 原來那裡的人並不知道現在身處在晉朝 因為他們的先祖就是在秦朝的時候 為了躲避戰亂就搬到這裡 從此之後就沒有離開過 漁夫就在這個桃花園的地方住了幾天 走的時間 當地人就叮囑這個漁夫 不要將桃花園的事 跟外面的人所交代 然後漁夫沿著他所走的路 就繼續回出去 回到出去之後 漁夫並沒有順手承諾 回到他家鄉之後 他就馬上把桃花園所發生的美好的事件 說了給當時的太守劉子奇知 並且這個太守相信他就找人 跟漁夫一起去找桃花園 可惜沿著他來的路 都再沒有找到桃花園的地方 後人除了感嘆這篇詩作 有非常高的文學奏藝之外 亦都被這一片的落土所深深吸引 自此亦出現了今天所用的四字成語 世外桃園 但是這個桃花園究竟是不是存在 他究竟在哪裡 就成為了一個歷史上的儀團 例如唐朝著名詩人王維 認為桃園明所寫的桃花園 其實神仙落土並不是真實的 亦都有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 韓瑜曾經說桃花園簡直是荒唐之詞 基本上應該不存在 但是亦都有在歷史上 一批人認為桃花園應該真實存在 包括了另一位在宋代 都是不斷被貶 亦都是非常落魄的大文豪 我們之前說過的 蘇東波 他相信有桃花園 另外現代的學者指出 桃花園記者當中所寫的地方 應該是真有其事證據的 第一是說 東晉時期的太原年間 就是公元的376至396年 而桃園明自己生於公元的365年 死於公元的427年 按照時間上來說 他以他當時人的時間去寫當時的事件 是應該可能發生的 而從另一個角度 從文學發展的風格角度來說 在進朝時並沒有很多虛幻的文學作品 在古代只有神話和傳說才記載一些虛幻的事情 而進代的詩歌和文學作品大多數都是一些寫實派 根據歷史的發展來說 其實當時的文學沒有一些純粹虛幻的文學作品 亦沒有史直證明桃園明是專門寫 或創下寫一些虛幻的文學作品的歷史 而剛才我們提到唯一一個真實的人名 就是在桃花園記當中所提到的太秀 南洋劉子棋亦真有其人 而在武陵這個地方有漁夫也是當時一個很正常的職業 所以種種的事件看上來 其實桃花園記所寫的地方有可能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在自此之後的千百年間 其實就有很多不同的人去相信這個桃花園 並且去真實地尋找 其中有一位可以說是我國現代史學的專家陳仁闊 也專門為桃花園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桃花園記旁證 陳仁闊先生認為桃花園記 雖然有寓意的意味 但亦是以幾實作為基礎的 他找到根據古籍考證 陶淵明在桃花園記當中所使用的素材 正正是東晉二熙十三年流域北伐時期所聽回來的故事 傳說在秦皇的時期 他就連連徵戰 需要拉很多壯丁 所以有一班人為了躲避這個戰亂 亦為了躲避要去服役 在北方逃難 去到一個地方叫做黃天園的地方 從此遠離戰爭 遠離繁囂 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而陶淵明聽了這個傳說之後 亦都想到他自己身處的社會 亦都是風煙四起 所以就寫下了這篇桃花園記 所謂的黃天園就是古的桃林 亦都又名桃園 他當時認為在我們今天河南省的內香園這個地方 由此推斷 陳仁闊就認為 這個內香園就是桃花園記當中所寫的桃花園 自從他出版了這篇桃花園記旁證之後 引起了很多文學家的討論 有些人就不同意 認為這個桃花園不應該是在內香園 因為 明明陶淵明是在南方的 又怎會走回到河南省的內香園呢 而且也不能說因為桃花園和桃林的名字 相似是古的桃園明所寫的桃花園記的地方 亦都有另一班人 按照桃花園記中所說的唯一一個地名 就是武寧去找 究竟這個武寧在哪裡 剛才我一開始都說了 武寧縣是位於今天湖南省西北部的地方 那個地方怎樣貼合我們桃花園記中所寫的東西呢 因為當地就有一條縣江 而這個地方去到宋朝的乾德年間 正正被命名為桃園縣 而那裡的風景就跟桃園明北下的風景非常相似 既有這個軟江 因為它位於軟江的下游 亦都有一大片的桃花林 就好像桃花園記當中所寫 中無雜樹 荒草鮮美 落櫻繽紛 而根據歷史的記載 這個地方早在漢代的時候 就是因為桃花林而出名 成為了古代的游覽區 而去到北周時期 當地更加起了不少的停台留閣 去方便游人去游覽這片桃花林 不過時而世逆 這些建築物當然已經埋沒在歷史的長河當中 不過去到清朝的光水年間 當地的縣領余良棟就看了桃園明的這片桃花園記 就決定在這裡重修桃園明的祠堂 並且沿著山 建了不少的停台留閣 直至懷冕這片人民心中的落土 而在當地這個桃花園也流傳著一個傳說 就是為何會建立這個桃花園呢 在秦始皇的時期 就捉了很多人要去起長城 也捉了不少的女子要強行逼他們入宮 當時就有三個人 就因為逃難來到這裡 一男兩女 男子就叫李立 有個年輕的女子就叫郭嫂 還有一位沒有留下姓名的 無依無靠 比較年紀大的女子 三個人為了躲避這個世俗 來到這裡之後組織家庭 並且生兒獄女 繼而形成這個村落 因為這三個人都是三個不同的姓 所以當時這個村又叫三峽村 時至今日來講 雖然這個湖南省的桃園園 未必真真正正就是這個 桃園名不下所寫的桃花園 但也沒有影響到這個桃花園這個字 就成為了我們中國人心目中 這個與世無爭和平安穩安日 安居樂業的一個代名詞 全國各地都有很多以桃園命名的地方 包括了湖南湘西有桃園園 福建隆溪有桃園虛 所以有桃花盛開的地方 都可能是桃園名不下的 這片與世無爭的樂土 所以這麼多地方都說 自己桃花園記桑中所寫的桃花園 都沒有什麼所謂 只要大家本著對於幸福生活的追求 其實哪裏是桃花園都不是那麼重要 今集關於桃園名所寫的桃花園記故事 我們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點讚、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下次再跟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 拜拜